2022年兔子有一颗星叫做 弦磁星 那个人就是糖火虎 哇 跟我同性的哦 假如没有行动的话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雄星 叫做天空 所有人看到你都特别爱你 都特别喜欢 兔子他要吃烟磨 他一定要有人送给他才可以 Nest Train冠名赞助 韦宣大师2022虎年生效运程 诶 导演 早安 早安 欢迎特就是来到我们这次拍这节目 所以这次比较不一样呢 就是你要从我手上这里抽出任务 OK 等下呢 如果你完成了这个任务的话 成功你就可以拿到烟磨 而是如果你输的话 你就要喝苦茶 大师很像跟我讲叻 6号比较属 立我 1 2 3 4 5 6 就这一个啦 需要令到待 这一集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我们邀请到了 电堂局的主持人 Wayne Tong 小堂哥 哈啰 大家好 我是Wayne 小堂哥 哇 今天真是好开心 讲华语啊 我要讲华语啦 这一集要讲什么声效 说兔子啊 不如就 OK 你也是会算八字的 那么考验你一下 2022年兔子有一颗星 叫做闲瓷星 请问这颗星是什么东东 经过我的大师指点 和细心的教导之后呢 闲瓷星呢 它是一个 跟男女有关系的一颗星 对 所以兔子的朋友 今年要非常注意啊 男女有正常关系的没问题 男女有不正常关系的 要非常注意 因为闲瓷呢 就是异性交往很频繁的意思 搞不好呢 会出事情的 但是如果它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有闲瓷是好的 非常好 夫妻也是好嘛 对 恋爱一百分 这颗星除了是这方面的体现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呢 就是闲瓷也代表创作 在古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呢 他的闲瓷星呢 是爆灯的 哇 就是他的整个八字都是有闲瓷星的 那个人就是 唐伯虎 哇 跟我同性的哦 对 我刚才还在讲唐伟严 哈哈哈哈 闲瓷呢 给孰兔子今年的意思说 它有很多创造能力 所以把闲瓷星放在创造能力工作上呢 一定有收获 那么还有第二颗星呢 要注意的 兔子呢 非常爱玩 非常没日没夜 但是来到二零二年要注意呢 因为在二零二年 有一颗星叫做 病腐星 容易生病 小病痛 伤痛 高手感冒 睡不醒 不够睡 等等这些问题 他们有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平时的饮食习惯这样子呢 除了饮食习惯以外 还要注意自己的整个作息吧 应该是说 所以戴戏这样子的情况 是不是要建议他多一点吃一些 食物啊 一些补品啊 很像烟磨这样子的东西 会不会更好呢 理论上来说是非常好 这主持人讲了这个 因为就是要通过一些饮食啊 做食物啊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兔子又好像一点不一样 兔子他要吃烟磨 他不想自己买 他一定要有人送给他才可以的 所以如果想要拿到烟磨的话 那我就要先帮你们试一下看 这样子 感谢你意一下如何 你觉得在你身边 来给你一罐浓浓密密的烟磨品尝一下 也代表熟兔子的人 品尝一下 啊 我帮你试一下心啊 食蜂蜜啊 这个来自Nest Trend的烟磨啊 我们试一下 啪 你这样抖一下哪 ok 那不要紫禁 哎呦 太夸张了 嗯 很咯咯你这个声音 这个是 太夸 A-S-M-R 嗯 太夸了 太夸了 太夸了喝茶 在喝茶之前 一定要在讲 熟兔子今年还有一个心 叫做天衣贵人 天衣贵人 在熟兔子 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代表创作 代表有很多灵感 天衣贵人 再加上闲磁心的话呢 兔子今年肯定可以在工作里面 大丰收 大收获 所以兔子在2022年一定要记住 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工作里面 肯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一定要行动 假如没有行动的话呢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凶星 叫做天空 天空就是做白了嘛 每天想每天想 但是没有做 所以要有执行能力 才能够跳过这个天空凶星 那我要讲最后的一颗星 兔子今年是12生肖里面 最有正能量的一个生肖 但是呢 这个正能量呢 不是自己给自己 而是呢 它需要给别人 因为 兔子今年有一颗吉星 叫做太阳星 所有人看到你呢 都特别爱你 都特别喜欢你 所以 2022年书兔子 一定要记住 我们刚才分享的 所有的这些内容 还有呢 就是请茶 恭喜 温厚小棠哥 挑战成功 哈哈哈哈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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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艰难的人物 就是让大师请我喝燕窩 我做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嘖 满满的燕窩 满满的心意 Nest Train 推出虎年心动礼盒 限量热卖中